而現在在上階由新世界地產 正在打樁 出現沉降 已經達到20毫米 所以需要停工 我認為這件事情也反映了 在未確定究竟 這個大圍站是否能夠負荷 甚至在上面作打樁的工程的時候 未確定是否安全的話 我覺得暫時都不可以再開工 雖然港鐵都採取了行動 盡快通報了 亦都叫停了新世界的工程 但始終我都很擔心 因為大圍本身都是一個 用得比較久 亦都可以說是一個很繁忙的站 所以希望港鐵 或者聯同新世界 可以盡快去瞭解 究竟或者加上政府 和加上政府是否需要盡快去做一些加固工程 甚至去檢視整個月台各個不同部份 是否能夠可以繼續支持得到相關的打樁工程 例如說之前也有兩次 大家都記得 一次就是元朗站 元朗站本身地下都有些溶洞 雖然附近都有打樁工程 但其後也換了一個打樁工程的方法 暫時的沉降也不算太厲害 但是跟著之前的天榮都是月台 三個沉降都是不同類型的 不過今次我們認為 可能那個情況 是怕影響範圍會擴大 所以希望政府 聯同港鐵和發展商 能夠盡快做檢測 或者甚至港鐵都應該檢視 之前他對整個工程對這個站的影響 究竟有多少 是否作出一個適當的評估 希望可以盡快採取穩固的行動 我覺得這個向公眾交代 是應該要適時進行的 謝謝 好 謝謝 有沒有什麼… 沒有了 是不是 那個… 好 謝謝